诚意成三个平台疯抢的男星 五步一番新剧火热来袭 已成九十生一线 诚意踏入演艺圈 已于十载 他一步一个脚印 稳扎稳打地 在剧组魔力自我 演技早已锤炼的炉火纯青 近年来 他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斩露头角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当红小生 既拥有广泛的人气 又展现了出色的实力 他在《青云志》中饰演男二号林晶宇一角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随后又凭借在《琉璃》中扮演于四凤这一角色 火爆全网 将其演艺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后 与杨子连妹主演的仙侠巨制 《沉香如泻》风靡迎评 一举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 再度夯实了他古装男神的尊贵地位 去年暑期当 备受瞩目的莲花楼再次点燃了迎评 这部剧集不仅在热度上持续走高 口碑也一路飙升 成为观众心中当之无愧的爆款佳作 成毅所饰演的李莲花一角 更是深入人心 既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也获得了原著作者的肯定 无论是细腻的文系还是激烈的武戏 成毅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 将李莲花这一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毋庸置疑的是 她的扛剧实力超凡 凭借这部大男主剧 她成功地翻转了外界的评价 同时 她的带播剧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特别是改编自孙小同名武侠小说的《英雄志》 这部剧以其开阔的结构和众多的人物塑造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原著小说在豆瓣上的高分评价 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小的期待值 这部剧集的导演是赫赫有名的杨文军 他指导过赫丽华亭、扶摇等佳作 其导演功力可谓深厚 更为难得的是 他还特地邀请了曾为卧虎藏龙担任武术指导的林峰 为这部剧集提供武术指导 据传 这部剧集的制作成本高达3亿 堪称是一部大制作 有了如此雄厚的资金保障 原著中的那些宏大场面和精彩武打特效 定能得到完美呈现 继莲花楼的佳季之后 诚意的演艺生涯再次迈上新的高峰 尽管英雄志尚未与观众见面 他却已与李一同再度携手 投身于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的拍摄之中 作为备受瞩目的热门IP 狐妖小红娘系列向来备受关注 而从各种曝光的路透照片来看 这部剧的制作水准同样堪称精良 令人期待不已 本月 狐妖小红娘王权篇顺利杀青 诚意便马不停蹄地投入新剧赴山海的拍摄 这部新剧改编自武侠剧将温瑞安的经典之作 神州奇侠 剧情跌宕起伏 讲述了萧秋水手持天下英雄令 召集神州各地的英雄豪杰 共同结议 共同对抗邪恶势力 并与民族英雄岳飞并肩作战 抵御金国入侵的英勇世纪 作用男主角的头衔 他的海报独树一致 为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觉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更是开创了前所未有的 播放平台排名无先后的创新模式 腾讯视频与爱奇艺两大巨头 在剧集尚未开拍之际便争相展开宣传攻势 并特别强调双方排名并无先后之分 这一举动 无意将这部剧推向了双平台S级大男主剧的巅峰 创下了业内的新记录 为代前作尘埃落定 又闻新剧风云起 优酷揭幕2024片单盛景 竟已将成一代拍的古装悬疑大作 长安二十四季纳入其中赫然官宣 此剧系长安十二十尘之姊妹片 由雷佳音 易阳千玺领衔主演 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大男主妇仇传奇 丁黑导演 这位在影视卷被受赞誉的资深导演 曾凭借杰出作品 《那年花开月证源》 荣获白玉兰奖最佳导演提名 并以其精湛技艺创作出警察荣誉 《明龙少年》等广受好评的剧集 丁黑导演的加盟 无以为长安二十四季注入了强大的艺术灵魂 确保了该剧的品质将达到行业最高水准 剧传 本剧的编剧更是业界翘楚王隽 若传闻属实 那么这部作品无疑将更上一层楼 更加值得期待 优酷这番操作仿佛在走一条霸气侧漏的 硬派恋爱 道路 有网友发声称 长安二十四季这部剧集尚未尘埃落定 诚意就借着发布片单的机会先行官宣了 这可真是让人摸不清头脑 究竟会不会只是他单方面的热情奔赴呢 真是令人惊叹 三大视频平台齐聚一堂 难怪众人都戏谑道 诚意成了这三大巨头竞相追捧的热门人物 诚意的剧集可谓是络绎不绝 一步步接连不断地等待着开拍 早前 诚意便投身县里大剧 《尼菊破之身前》的拍摄 如今 他手中已有五部带播佳作叙事待发 可以说 诚意的演艺事业正迎来腾飞的黄金时期 他无缝禁组 展现出了不容小觑的实力 已然强势机身90后一线演员的行列